D.A.I.C. WOW! YES! WELCOME 新鮮劇場 又到了7點了 海魚跟海棠說故事時間 WOW! WOW! 我掌聲了你 我是小海棠 海棠我可以說一個故事喔 什麼故事 是一個枕頭人的故事 你有聽過枕頭人嗎? 睡美人 不是 麵包超人 不是 斷粉超人 喔 抱歉 我現在要跟你們說一個枕頭人的故事 因為這個故事真的很重要很重要 所以在場的你 你 還有你 全部都要聽清楚喔 好 好 講故事 快點講故事 好 從前從前有一個長得很醜 醜到爆 對 超醜 全身醜 我嗎 我是你 你到底是誰啊 你神經病啊 好 我現在重新講喔 從前從前有一個長得很醜 從頭醜到腳 然後 然後腳還沒有穿鞋 然後頭髮很醜 腳右側又長嗎 腳右側又長 腳右側又長 我不知道他講怎樣 我也沒看過他 都是傳說而已 對 對 你知道他有多醜嗎 可能不用你醜嗎 可能可是有這麼醜 可是有這麼醜 可是我沒看過他 我也沒看過他 好吧 好 好 我跟你講喔 雖然這個整合他很醜 可是他真的 很溫柔 很溫柔 而且他還有一個特殊的能力喔 什麼能力啊 放屁不臭的能力嗎 不是 是他可以 他可以 他可以幫助失憶的人 會不記憶 屁勒怎麼可能 真的真的 我跟你講喔 他會在你睡覺的時候 偷偷走到你的床旁邊 然後坐下來 然後你睡覺你就會夢到你忘記的事情了 太扯了 不扯不扯 我的真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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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祖母就遇到過耶 真的假的 那你趕快講真真真真真祖母遇到的事 好 我現在來講 好 有一天我的真真真真真祖母去爬山 為什麼是爬山不是爬4 你瞧不起4是不是 你瞧不起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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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真的 我繼續講喔 有一天我的真真真真真祖母去爬山 然後咧 然後她就開著她的冰室跟她的歐兜拜上山 然後她就開著她的冰室跟她的歐兜拜上山 然後她開著一半她的車鑰匙就斷掉了 對 然後咧 她就拋毛她就坑在山上 哇 她媽竟然坑在山上 她家裡坑就坑了三天八十七夜 都沒有吃東西還活得了耶 好 太扯了太扯了 太扯了 最扯的是她後來找到一間小木屋耶 小木屋 小木屋 跟妳本本上面長得一樣 快看看妳的本本 本本 我們那邊的小木屋就跟那個長得一樣一扯眉喔 你要扯眉啦 啊 啊 你有病啊 你有病 哈哈哈 哈哈哈哈 好啦我繼續講喔 後來我的真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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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祖母 就走進那個木屋裡面 她睡了一個禮拜發現 有一張蟲 對 然後咧 你不會懷疑她睡了一禮拜才發現了一張蟲嗎 哈哈哈哈 好 好 好 她睡了一禮拜才發現了一張蟲 後來啊 她就早上那樣蟲以後趕快睡在上面 可是那天天氣真的很熱而且棉被又很厚 所以阿嬤覺得她很難受 為什麼是男的 不是女生 你瞧不起女生是不是 男瘦受不侵 哇 哇 男瘦受不侵 哇 你好聰明喔 哇 哇 哇 阿嬤女瘦受不侵 不是啊 後來那個阿嬤睡著以後 那個枕頭人就出來了 嗯 然後就走到阿嬤的床上 坐著 坐著 然後阿嬤就夢到了 夢到 夢到有一個人送給她一支手機 手機 太好了吧 我也想要 叫三口送你啊 哇 哇 哇 噓 後來阿嬤拿到手機以後 她就起床了 起床以後她就 看著 哇她手上一台手機耶 你猜怎樣嗎 怎樣 她用GPS就下山了 哇 她生氣了吧 哇 她生氣了 她生氣了 哇 她生氣了 後來 後來一個禮拜以後 阿嬤在玩手機的時候發現 你沒有一首躺屍耶 躺屍 躺屍 好 你小心嗎 我小心要觸控 來來來來 欣欣相應遇見你 我有錯了 好 呃 啊 我好像聽過耶 我也好像聽過 下一句該不會是邀妳在房心之夜見證我們的愛情報告 好 哇 一陣風吹起童年心願 哇 耶 太棒了 對 剛剛劇場王板說那個 最後面那邊 最後面那區有人偷放屁耶 欸真的很臭 超臭 後面那邊有人在放屁 所以趕快往前走 找地方自己找地方補啊 還有剛剛那個 外面那個惡靈居在那邊說什麼 我們太大聲太厲害了 所以叫我們小聲一點 小聲一點 所以你們可以往前做一點 因為音樂比較小聲 是不是 因為阿嬤那個隔壁的阿嬤發瘋了 嗯 欸剛剛劇場王板打給我叫我們滾蛋 那時候剛剛也要開始 好我們滾蛋 好我滾 下一個表演者要進來 快點